咱們中國大陸的話 咱們中國的話 肯定有上百個民族 上百個少數民族 因為現在有的少數民族 僅有三萬人 三萬人的民族都有 就三萬人 實際上都是西族 西有的母西社會 在雲南的這個少數民族 叫做摩索族 你是摩索族的嗎 那西吧 摩索族是那西族的知識 就是因為摩索族 自己沒有自己的文字 所以說要在納西的 納西的這個民族之下 要納西摩索族他們被叫做 中國的這個 浮原遼闊地大物博 文化呢也非常的深厚 其他的一些這個 大家呢可以在了解 中國文化的時候呢 沒有必要 非得說按照課本上面 我就按照歷史的這個傳承線 我來看這個中國的發展 現在咱們看到的就是 大名湖南門 大名湖南門 咱們大家呢可以呢 根據自己的愛好 去來研究國內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您愛好美食 好了OK 咱們大家呢就 遍尋全國去嘗美食 在嘗美食的時候呢 每一道美食的來歷 你要明白 它的歷史的朝代 形成的朝代 你要明白 就是因為你愛吃這道菜 你愛吃這些美食 你就會去研究它 還有的很多女孩子 喜歡這個刺繡 你就可以去拿刺繡為一個中心軸線 研究它 還有很多女孩子 喜歡古董字畫 古董字畫的話 你就可以通過古董字畫 去了解中國 這樣的話呢 就是一個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個了解 謝謝